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明天还是会有一些残留的水气 所以明天一整天各地的云量也还是偏多 而且感觉还是比较偏凉一点点 要等到礼拜天风场逐渐的转成偏东风偏南风之后 才会再度的回暖转晴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这波风面云溪以及冷空气通过的速度其实算是快的 影响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天到两天而已 所以现在春天虽然说还是会有冷空气南下 不过影响的时间都不长 强度也不是非常的强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 冬天的衣服还不要急着收起来 还是要留几件 在衣柜里面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好 所以再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了 刚刚提过了明天的水气 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所以在中部以北 东部地区 以及山区都还是会有下期短暂阵营的机会 其中山区的雨势会比平地来得明显 降雨的频率比较高一些些 提醒您明天出门最好还是 期待雨势会比较好一点 刚刚提过了 这波水气以及封面还有冷空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预计在礼拜天就会远离台湾了 礼拜天全台各地就会逐渐的回温转晴 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所以亲密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天气情况很不错 大家还是可以安心的 放心的安排一下户外的行程了 那么在下个礼拜一二 整体来说天气状况也还不错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一些 迎风面的地形性降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好天气 所以来看一下 刚刚提醒过了 明天冷空气南下会转凉 而且还会有一波境外污染南下 可以看到这波东北季风 会带来境外污染南下 预计今天晚上开始将明天一整天 P2.5的浓度就会逐渐的升高了 境外污染就会逐渐的笼罩全台湾 要等到礼拜天 这波境外污染的影响 才会逐渐的高一个段落 所以明天不仅只是天气 比较虚凉一点点 同时空气品质也是拉紧爆的 都有机会到达橘颜色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空气中的细旋浮为力浓度 会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提醒您明天外出 除了要记得携带雨至注意保暖之外 敏感族群最好也可以 佩戴口罩再出门 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起一些转战争雨 气温也比较偏凉一点点 特别是在北部 东北部地区 是一整个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气温都降到了20度以下了 甚至有机会出现 大概15度左右的低温 而在中南部地区 也是越晚感觉越凉 到了明天清晨一早起来 感觉凉凉的 真的是会比较容易感冒的 大家要多加留意了 温差跟昨天相比 真的是蛮大的 要多加的留意了 而到了明天白天来说 在中部以北 东部地区有下起 短暂争雨的机会 同时气温也比较偏凉一点点 只有南部地区 高温有机会到达20度以上 明天会是未来这几天 天气最不稳定的一天 出门要记得 携带雨漬之外 也要记得 戴上保暖的外套 而且空气品质 都会到达 橘颜色的等级 其实不仅只是 西半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明天也会转差一点 提醒您要多加的留意了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 其实空旷地区 低温有机会降到 只有13 4度而已 大家要多加留意 注意保暖 还是有冷空气难下 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而明天云量偏多 而且还是会有一些 零星降雨 要记得攜带雨去 很快的礼拜天 就会逐渐的回暖转情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